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大家如果记住的话 我们应该是从哪里 我们上次从 那大圣的所依的自信 性 种姓 或者自信 种姓来讲的话 是已经讲完的话 那我们下一个就说 那大圣的这个正行的所缘是什么呢 对不对 如果他的所要依靠的那个是空性的话 那空性的这个所缘是什么的时候呢 那这边他回答是不是说什么 是所缘为一切法吗 所缘为凡是一切法当中 那他可以有说什么 他有分几种的所谓的 我们讲说应该说在这个当中 把所有的法去结合的当中 他可以分11种嘛 大概就我们说是从什么 善 恶 无济 有肉 无肉 有为 应该说无为 有为 无为 还有什么我们应该说什么 世间 初世间 等这样子是不是11什么 我们上次来讲说 他就是这一个祭送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的话 应该如果他从根本颂记住的话 我们就说什么的话 他是不是在这边说 所有一切法 这是总设计嘛 总设计略略分的是什么 是此父为善等 就是善恶无济 还有说什么呢 有跟分世间跟初世间 还有分什么呢 有肉 无肉 有为 无为 跟什么呢 若共 弟子法 及佛 不共法 与什么 与声闻 独觉 共同有的法 以及什么 佛的 不共的法 等这样子我们可以分为11 实际来讲的话是什么 他只是代表说 所有一切法的不同的分类啦 所以所有一切法的另一种分类 是什么 是善恶无济 再细续去分下去的话 还可以分什么呢 可以分为有肉 无肉 有为 无为 共 不共 世间 初世间嘛 看我们上个礼拜这边 是不是有略略跟大家讲 世间跟初世间 有非常非常多的算法 或者一般来讲的话 或他共同所要说的 来讲可能是有些说什么 他是以 有没有异共相的显现与否 有些是说什么是 凡夫与否 有些是分别心 还是分别心否 有些什么是 甚者 每一个都是在不同的时候 可能这都叫做什么 就是世间 或者初世间的话呢 但是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所要讲的 所谓的世间 跟初世间的所谓的意思 是什么的话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说什么 就是以凡夫跟圣者 以凡夫跟圣者 如果 我们上次是不是大家 因为大家顺便有问的一个问题 来讲的话呢 在以什么 在贾朝街大师的解释里面 说什么 所谓世间为何呢 就是说什么 与无始以来 我们在轮回当中 不断不断串习的这个法 这叫法 不是佛法的意思 这个法是那些的 那些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从无始以来 而就对我们熟悉串习的 那些东西 我们叫什么呢 那就叫世间 世间法 所以以前 大家有可能跟我小时候 以前一样 我想说 我那时候还记得说 什么叫做 人叫世间法 跟初世间法 那不是 世间法 就是说我们不要的 为什么还叫做法 那来讲 所以这个法不是 我们说 道地跟灭地的法 这个法是代表什么 就是万事万物 所谓的世间法的意思的话 是什么呢 从无始以来 从无始以来 我们在轮回当中 所不断不断串习的那些东西 那些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世间 而所谓的初世间是什么呢 就是 对于在轮回当中 没有串习 没有串习 是对峙山友 对峙轮回的那些法呢 或者说我们在对峙山友 以及在我们轮回当中 不会串习的 不曾串习的那些法的话呢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初世间的 就是世间跟初世间嘛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 比较一个 简单的意思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的话呢 就是 以凡夫的心绪的 这些的所修持的等等 我们叫世间 那以圣者的心绪的那些的话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初世间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为什么叫凡夫的东西 叫做 他的心绪的这些东西 我们叫世间 圣者的心绪 不是说好像从圣者来讲 而是说什么 我们在凡夫的时候 所串习的 所熟悉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 从轮回当中 在不断的不断的串习的东西 而 所谓的初世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见到之后 我们不是说见到之后 他是初次 见到真实的 他是初次见到真实意的时候 所以全部是什么呢 是以前在轮回当中 未曾串习的 而是什么 是要对峙轮回的 我再举个例子来讲说什么 你看有一些的世间法 世间法不一定是不好的 大家有时候 世间法法什么 这边不是在讲世间法法 大家又不要搞混这为世间 这边所谓世间法 不代表他是不好 可是什么 他有些还是可以 串习到轮回 为什么 你看有一些修悲心 有些修菩提心 他在刚开始的 或者说乃至修定的时候 在凡夫所修的定的时候 是不是 他修之间 可能还是在造作轮回的因 因为他修这个 可能还是一直在造作 在流转 在轮回的因 这什么呢 是要到了 圣者以上 从未串习 他在所造作的因 才是不会在造作 在轮回的因 所以才会说 在凡夫的阶段的这些法 或者这些所修持的 等等的话 那叫世间法 就是不断的 他造就说 我们在轮回当中 在轮回的因 而什么呢 而在做他在出世间 他在圣者的这阶段 他再也不会再造作 山友的因了 他已经都是全部所修持的 或做的是慢慢要对峙山友 他不会再新的去造作山友 所以以这样子的名字 他要造世间跟初世间的了 而我们 我记得我上次 我们要跟大家补充 有一个 秀夫你可以在我房间 我有一些纸条在我的桌上 你帮我拿 那因为我记得我要 那个跟大家补充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上次在经书说有 说什么有肉跟无肉的这边 看出有肉跟无肉的 这个来讲的话 但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 一般以阿卜以达摩集论 所说的有肉的是什么 是有肉 有没有符合有肉的四门吗 是不是有肉的四门 我们符合有肉的四门 是在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说 轮回 分别 烦恼 所智障 对 我们是不是这四个 就是它如果属于是轮回 所谓的什么叫做有肉 它属于轮回的 属于是分别心的 属于是烦恼的 属于是所智障的 这四个的任何一个来讲的话 我们叫做 这叫有肉 这是比较我们一般来讲 看这个经书 我们上次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讲到了 六门吗 有肉的六门的话 那我这是要跟大家讲说 那什么叫做有肉的六门的话 我们这个所谓的有肉的六门是 我们所谓的有肉的六门的话 它一般分 这在阿比达摩集论当中 有清楚的 在讲到的是什么的话呢 对不起 我看一下 我们所谓的 它按照阿比达摩集论说 有肉的六门是什么的话 那我一般讲说 它有六种方法属于有肉 一个什么是 有肉的本性 第二个什么呢 是跟有肉有关系 有相关 第三个什么是 被有肉的所绑住 所束缚的 第四个什么是 是跟随着有肉的 第五个什么呢 跟有肉有相似的 第六个什么呢 是从由有肉的因而产生的 我再讲一遍 大家如果以后要抄的话 大家觉得大概什么 它所谓的有肉的是什么 是有没有在这个六门 任何一个 所谓有肉什么是 有肉的意思 这个所谓的肉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嘛 它这个烦恼的是 这个意思或者有瑕疵嘛 烦恼 这边所谓真的的肉是什么 是在指烦恼的时候呢 那 我说什么 肉的本性是第一种 第一门 肉的本性 第二个什么是 跟肉有相关 有跟它有关系 第三个什么是 被有肉所束缚的 第四个是什么呢 跟随着有肉而生的 第五个是什么 跟有肉是相似的 第六个是什么呢 是有肉的 因而生出的话 这六个其中 任何一个的话 我们叫做有肉了 为了这个来讲 我们在大圣的时候 把它编的比较容易 就把这个来讲 还是有一点复杂 有一点 那到底什么意思的话 我们刚才就说 有肉的四门 我把它总设 总结来有肉四门就是什么 就是分别 烦恼 所知道跟轮回 这四个任何的话 我们就所谓的有肉了 那我想说 我们上个礼拜这个之后的话 我知道有几个问题 我先回答几个问题之后 我们再下去的话 我如果记住的 我就直接讲 如果不记住的话 那大家等一下再麻烦 再跟我来讲的话 那我第一个他有问说 那无忌 如果我们讲到说十一法 是不是我们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十一法 就是善恶无忌 世间出世间 是不是到五了 有为 应该说 有肉无肉 六跟七 有为无为 八跟九 共跟不共 十跟十一 是不是这样就是十一个 我们从哪里呢 在说什么 所缘一切法 是不是刚刚 那个根本诵 所缘一切法 等这两个继送 是在讲说什么 大圣的正行的所缘 所以因此也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讲说什么 为什么他讲大圣正行所缘呢 我们是不是说 根本定 它是缘的一切法 在这个菩萨的大圣的根本定的时候 他限制空性的时候呢 他是限制万法的空性的 他不是指限制某一种法的空性 而什么来讲 他是限制万法的 一切法的空性的时候呢 那叫什么 那是大圣 为什么 如果他没有限制万法的空性的话呢 他会有什么问题 他就没有办法对峙 所有一切的片纪的我值吗 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限制一切法的空性的话呢 他就没有办法说 我第二刹那 我把所有的片纪的我值都断除了 你怎么对峙 你看我说 我不可能是 我特有了解瓶子的空性 我去对峙 原则柱子的我值吧 这个两个不相关嘛 对不对 如果他只有片面的了解 他只有片面了解了瓶子的空性 这一个无间道 怎么去对峙原的柱子的片纪的我值呢 没办法对峙了嘛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对峙的话呢 那我们第二刹 在根本定的无间道的第二刹那 我们不是说什么 他就是卸脱到了 获得了灭地 获得什么灭地呢 获得断除所有片纪我值的灭地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说 我断了某一些的我值 有一些的片纪我值断了 有一些我未断的 在对峙见到的烦恼的话呢 他是在同个时间 把所有的这些片纪的我值 同时间都去除掉了 他是怎么去除呢 他是限制万法的空性的 在万法的空性 所以呢 如果他要可以限制万法的空性的话 空性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圆到 他是什么 他是例如说 我如果我震得瓶子的空性的话 我是透过什么 我是透过圆的瓶子而去震得瓶子的空性 我是圆着瓶子而震得它空性的 我圆的瓶子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就会到这个问题了 上次他是不是就问到说什么 如果有些人 错误的人会认为说 如果有圆到瓶子的空性的话 有一定要圆到瓶子的话呢 是不是也一定要了解瓶子的时候 我就说什么 就不一定嘛 不一定嘛 就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大家可能比较 你看我说 例如说 我例如说这样子 我说 你看我们了解 我还是回去我以前 举的那个瓶子的例子 你们了解 格西是没有